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力 空 肩 白泽跟几个小朋友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小朋友们扮演的小鸡紧紧地抓住老母鸡 以免被白泽扮演的老鹰捉住 不过有一个小朋友没有跟上老母鸡被甩了出来 老鹰白泽一下子把他捉住了 在太空中也有很多像小鸡一样的小行星 沿着轨道旋转 但有时候它们中的一些会突然脱离自己的轨道 被木星 土星等行星捉住 还有一些会冲向地球 白泽 我们去认识一下小行星吧 白泽驾驶白泽号宇宙飞船 驶向太空 白泽要带我们去认识太阳系里的小行星 嗖的一声 一颗小行星差点撞到了白泽号 白泽驾驶白泽号追了上去 在太阳系里 像地球一样围绕太阳旋转的天体 除了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等大行星之外 还有很多体积和质量小得多的天体 它们被称为小行星 白泽号宇宙飞船 在火星轨道以内 遇到了很多颗小行星 它们都被叫做近地小行星 近地小行星啊 分为三个群 离地球最近的 叫阿灯形小行星群 这个群的小行星的轨道 一般在地球轨道以内 第二个是阿波罗小行星群 这个小行星群的小行星的轨道 位于火星和地球之间 第三个是阿木尔形小行星群 这一类小行星穿越火星轨道 并来到地球轨道附近 哇 一颗小行星正在冲向地球 白泽号赶紧追了上去 NASA 也就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曾经预报 有一颗直近一千米的小行星 会在2020年2月15日这天 会以三万千米每小时的速度 从地球附近掠过 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的话 会发生可怕的灾难 当然 这只是虚惊一场 这颗小行星啊 后来被发现离地球最近的距离 比月亮还要远15倍 没有撞到地球 大约6600万年前 一颗来自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 小行星带 直径大约12千米的小行星 撞击地球 造成了恐龙的灭绝 现在 科学家把直径140米 离地球大约750万千米的小行星 称为潜在危险小行星 要阻止这些小行星撞上地球 科学家建议 可以用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和爆炸法来避免 不过 小朋友们不要担心 具有危险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的概率 非常非常小 白泽 我们继续追踪小行星吧 阿住 白泽号宇宙飞船飞过火星 进入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在这里 大约有几百万颗小行星 尺寸大于一千米的小行星 都有一百多万颗 太阳系里 绝大多数的小行星都在这里 这些小行星中最小的大约在一米 它们中最大的叫古神星 它的直径有950千米 古神星现在也被重新定义为矮行星了 小行星带里的所有小行星的质量加起来 能录如月亮大 比小行星更小一些的被称为流星体 它们的直径都小于一米 白泽 看 流星 我们许个美好的愿望吧 白泽驾驶白泽号宇宙飞船继续向太阳系更远的地方探索 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 白泽发现了半人马小行星群的很多小行星 白泽号继续前进 进入了太阳系的边缘科伊博代 在这里 白泽遇到了很多小行星和彗星 有些小行星比古神星还要大 小行星是太阳系里一个特别的群体 还有很多秘密 等待我们去揭开 现在我们进入白泽魔法时刻吧 在茫茫的宇宙中 小行星就像神秘的信使 白泽利用这些小行星 建成了小行星宇宙信号塔 这里不停地发射着人类的信号 等待与外星人建立联系 白泽合体 白泽白泽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爱科学的白泽 什么都懂得